回来节目时间 马安山迎海的单位面积超过1000尺 但并不实用 设计师将厅和房间的空间重新调配 改动后的客厅和主人房更加分明和宽敞 而厨房和饭厅合二为一 全屋装修费大约130万 用色变化不大 港球自然柔和 以物料带出不同的层次 灰色橡木地板 行色拥抱梳化 配上同一色系的软件 和迎海这个单位的景色配合得宜 单位的设计风格 主要是想和外面的自然景观融合 因为这个单位真的 在用一个很漂亮的永久海景 一个有山有海 很有层次的自然景观 所以护主也想要求室内的单位 除了要有他喜欢的 一些比较现代的元素之外 也想有一些物料颜色 和外面的外景观可以配合到 家司以至一些色面的线条设计简约 电视机背后大幅长身 以深色的木材装饰 不会为室内带来压迫感 空间依然宽淌 因为设计师重新编排单位的间价 目求增加每一个空间的实用性 单位原积有四间睡房 其中两间是套房 另外也有两间住物房 房间分布在厅的两边 客饭厅是整个单位的中心 呈墙方形 窄而且墙 设计师认为室内的布局 可以有更好的规划 现时客厅的位置无变 但稍为扩大 比例更加恰当 改动过后客饭厅情侣自营 间隔更分明 客厅和其中一间住物房拆走 纳入饭厅的空间 又将饭厅和厨房合二为一 饭厅比以前阔落了很多 因为在原积间隔 就是一开门 见了整个客饭厅 饭厅的位置 就在以前厨房门隔离的空间 现在今次的新间隔之下 其实我们将饭厅和开放式厨房 是融合成为一个大空间 考虑到饭厅这边没有窗 要靠灯光组合和用色 改善光线不足的问题 其中一幅墙和假天花 用上纯白色 装上多组嵌入色的光源 地下就改铺浅灰色的地砖 餐桌以胡桃木製成 连接中倒厨房的工作台面 这边以云石铺砌 质感和效果完全不同 原有的客厅搬到单位的另一边 以玻璃磨砂门分隔 门框配上玫瑰金色的钢材 单位现时有三间房 两间小房对住饭厅 房门以暗门设计 近厅这间改为书房 房与厅之间半幅长身改用磨砂玻璃 凝造透光效果 近客厅的主人房 比起原积的设计更加大 更加实用 原积就是工人房厨房 还有两间小房的一个空间 你想想那个位置 如果它变成四个地方的话 每一个地方都很小了 还要预留四个门口的出入位 现在是一大个主人套房 占了原本四个地方的空间 整个主人套房就大了 和松动很多了 床背和地板都用木材装饰 而床边矮柜的两边 装上大有工业味道的吊灯 衣服间由原本的小房改成 连接工作平台 延长部分的长身摆放衣柜 可以加大存物空间